誰會相公比較同意 我也不知道 你要問問韓市長 會是您嗎 還是其他人 應該不至於是我吧 身為韓國瑜口中 四個打麻將的人 國民黨四個太陽之一 王金平笑得曖昧 急著求救韓市長 來喔 來喔 我贏喔 我剛才在等你 我不喜歡越南面人 講賭博兩個字 不要講啊 他說他不會相公 交逐2020 王金平沒否認 這個姻緣說留下大伏筆 講過多次啦 隨著一年走嘛 姻緣俱足的話 會不會希望韓市長幫你一次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喔 就任高雄市長後 王金平是第一個貴賓 韓國瑜到市府一樓迎接 一路護送扶著王金平的手 還關門密談 這回朱選有功的高雄市農會 理事長蕭漢俊也加入 談怎麼把貨賣出去 那就拜託大家把一個清單列出來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還有千萬加上水產品 接著韓國瑜王金平走到副市長 李四川辦公室密談20分鐘 市長大雄王金平出錢出力 若藉著韓流問頂2020也不意外 有特別要去哪邊用餐嗎 沒有 我要趕回台北 整整一小時送走王金平 韓國瑜午餐約會跟他 前縣長楊秋鑫 拜託楊縣長接任 我們未來高雄市政府兩岸小組的副召集人 承蒙楊縣長同意 因為召集人是市長本人間 兩岸小組職務一場午餐就搞定 但國民黨2020人選卻讓人物理看花 王金平透露前總統馬英九 之前兩度請他擔任副手 他都沒有接受 這會跟著韓流 四個打牌的人誰贏誰輸 就看誰有姻緣 還能打出一手好牌 記得高雄綜合報導